彰化永靜發生了一起火燒車事件 當時是一間宮廟舉辦繞進活動 梁明義公開小貨車在鞭炮協助活動進行 小貨車暫停在路旁時 陽性男子整理車斗上的鞭炮 不明原因鞭炮突然爆炸起火 他閃避不及造成全身60%燒烫傷 緊急送醫 傷勢嚴重插管治療 小貨車車斗傳出濃煙 消防車貨爆才剛趕到 緊接著馬上傳來一連串爆炸聲響 猛烈爆竹聲伴隨黑煙不斷竄出 農煙將小貨車吞噬 整條路瞬間伸手不見五指 消防道場撲滅火事後 迅速把車上大量鞭炮搬出車外 發現部分已經施放 是剩下灰燼 火燒車意外是發生在九號上午 彰化湧進一間宮廟舉辦繞境活動 料性駕駛及陽性男子寺廟裡義工 開小貨車在鞭炮協助活動進行 爆炸當下三十五歲的陽性男子 正在車斗上整理一箱箱鞭炮 因為不明原因鞭炮突然起火 他閃避不及造成臉部及全身60% 二度至三度燒燙傷 緊急送醫插管搶救 我們會依照爆竹煙火管理條例 去做一個裁罰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依照現場 衛衣產品規定使用去施放的部分 會裁罰三到十五萬的一個罰環 施罰後消防局也將小貨車貼上封條 釐清起火原因 警方則表示後續將一火災調查結果 將駕駛依刑法公共危險罪移送偵辦 記者高月 林一峰 張一智 彰化報導 請進去 記者反應 記者改革 記者改革